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 能够给大家做这个 产业链现代化 和我们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 做一个交流 因为刚刚这个五中全会闭幕 大家应该也是 全国都非常关注这个事情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那么我们也对这个问题 大家都在学习 也谈一点这个学习的体会 因为产业这一块 我们也是一直都非常关注这一块 因为产业大家也知道 是我们这个经济发展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实际上也是从我们 供给侧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这个经济体系 优化升级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看五中全会 包括这个建议稿 包括这个公告 都把这个产业体系 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容来提 实际上对于我们 地方经济发展来讲 我们这个产业 应该也是很重要的 对吧 到底是发展什么样的 主导产业 构建什么样的产业体系 然后在这个区域的竞争中 能够体现我们自己的特色 能够走出一条 有自己特色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讲的实体经济 科技创新 现在金融 人力资源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这非常重要 那么五中全会 它这个报告 我们也学习了一下 它可以对产业这一块的 这个琢磨也是非常多的 应该说可能 新的提法倒不是特别多 但是给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它非常的全面 非常系统 比如它讲到我们 对于这个 经济的发展 这个着力点 要重点地放到我们 这个实体经济上面来 也要坚定不移地建设 这个制造强国 质量强国 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 对吧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 这个十一大报告里面 都已经提出来 包括我们制造2025 实际上也是往 这制造强国方向去努力 现在像我们工信部 有关部门也在加快 这个制造强国 到这个2035年的这种目标 我们响应了中长期的这种 政策的这个制定的工作 那么质量这块 像这个工厂总局 也在抓这个质量和品牌的建设 当然品牌我们发改委 也在抓这个品牌的这个建设 这一块的内容 网络强国 像咱们围里面 对于这个数字经济 对吧 这一块的这个 重视程度也是非常高 包括今年大家知道的 这个脸星一众 对吧 新基建 新型神圣化 和这个重大这个 基础设施这个建设 也在加快的这个推进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 原来定的这个 产业技术高级化 和产业链的现代化 实际上也是对着 我们现在这个 产业体系发展的 这个瓶颈的问题 来提出来的 对吧 就是我们传统的 过去的改革开放40年 我们产业快速的发展 但是发展到了 这个阶段以后呢 我们的规模体量 已经连续10年 全球第一了 但是我们呢 在这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产业技术领域的 还有一些短板 特别是我们讲到的 一些卡脖子的问题 还比较突出 对吧 我们可能比较重视 这种加工组装啊 这种系统吸尘的 这个领域的这个发展 但是呢 对于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关键的材料 基础的装备 关键的零部件 基础的工业软件 基础的技术基础 和我们的相关的 这个质量基础设施 这一块呢 重视还不够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在14.5 包括我们更长的一个时期呢 应该把这个东西呢 基础能力的提升 作为我们这个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和推动经济体系 优化升级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着力点 包括我看 这个五冬前会里面 也提到了 提高经济发展的 质量效益和核心振争力 这个实际上也很重要 对吧 我们讲的 原来我们辛辛苦苦 工作一年 对吧 生产了很多产品 卖出去以后 结果还换不回来 这个这个一架飞机 对吧 这个我们讲 要几亿件衬衣 才来换回一下飞机 就实际上讲的 就是我们 这个产业的 附加值不高的问题 对吧 在整个全球的 这个分工体系里面 它处于的这个位置 还比较低 所以呢 这个加快提升 这个经济发展 包括我们产业发展的 质量和效益呢 就成为我们现在 这个迫切需要 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讲 这个五中全会 它这个 对于这些方面 点了呢 我讲的 还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给我们 下一步产业发展呢 指明了很重要的方向 也是我们努力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着力点 包括你看 它这个 从谋片部件上来讲 它有别于以往的 我们讲的 从具体领域 开始来讲 它第一点 就是要把这个 提升供应链 产业的现代化水平 作为第一个 对吧 这个呢 我等一会儿呢 还会专题的 这个展开来讲一讲 那其中 里面提到一个呢 就是保持制造业的比重啊 基本稳定啊 这个呢 其实也是我们 一直强调的这个观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讲了 这个产业的 这个现代化 它 如果从这个 这个产业结构演化 升级的规律来讲呢 它有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服务业占比 逐步提高的 这是它一个结果 但是并不代表 这个服务业的这个比重呢 它是越高越好 对吧 你看像现在这个 发达国家呢 它也反思这个经济的 过度的这个 服务化 过度的虚拟化 它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制造业呢 在整个经济中呢 它这种 关键的这种作用呢 大家也是充分的 这个认识到 那我们现在呢 其实应该说 我们规模体量 虽然是在全球是第一的 但是我们实际上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 制造业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 制造业占比啊 这几年 其实下的也比较快 每年下降 超过一个百分点 那么 这是否就意味着 我们已经到了 后工业化时代呢 当然我觉得呢 可能大家 包括我们广西同胞呢 也可能 很深刻的 这个体会到 自己的 制造业的发展 工业化呢 还远远没有结束 对吧 所以下一步呢 是如何推动 深度工业化 这个更高水平工业化 所以在这个 推动更高水平 工业化的基础上呢 就是我们的制造业比重 要稳定在一个 相当的比重 现在应该是 大概在整个GDP的 28%左右 所以下一步呢 就是基本上 保持未来五年啊 基本上比较稳定 不能再下降 对吧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可以说 通过制造业的发展 然后衍生出一些 这个生产性 服务业的这个功能 那这个是服务业 更加优化的发展 而不是我们现在 这个制造业 这个本身 对吧 比重下来了 然后服务业 它自然而然的 就就产生了替代效应 不应该是替代效应 我想应该是一个 连者相互协同 相互融合 然后共生 共同推动产业体系 优化升级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想强调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 制造业的比重啊 还是要保持 基本的稳定 所以特别是 我们东部地区 我们讲可能是 已经工业化 已经走得比较快了 对吧 但是我们中西部地区 工业化呢 里面应该 还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这一点呢 还是要坚持强调 这个制造立国 大力发展这个制造业 这个我觉得 还是大家要坚持的 在14.5 甚至是更长一个时期 对吧 因为你没有制造业 制造业也是参与 国际竞争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 基础和平台 对吧 你总的你的竞争力 是要体现的你的产品 和你的服务的 这个竞争力上 和附加值上面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讲的 这个也是这个文件啊 应该是 在产业这一块呢 这个第一部分 第一开篇 就能够把这个制造业 提高到这个重要的地位上 也说明了 当中央 我们这个 包括各界啊 对于这个制造业发展的 这个重要性呢 还是认识的 比较充分的 同时呢 他也强调了 就是我们要 坚持这个自主可控 安全高效 对吧 分行业 做好供应链的战略设计 和精准试测 推动全产业内的优化升级 那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 大家应该非常清楚啊 一个是从我们自身的 刚刚讲到了 产业升级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就是我们也要 要求 提高我们产业的这个 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 另外呢 确实也是 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 分工体系里面 就是我们 关键的 我们可能 策动于做这个 中下游啊 这个加工啊 集成啊 组装啊 系统集成啊 这个我们优势很突出 我们对吧 中国制造这个这个奇迹啊 包括我们加工组装能力啊 都很快 而且呢 我们还有优势 就是我们脑动力成本的优势 对吧 然后我们这种 大家都比较勤劳啊 我们就很快 这个五加二 白加黑 就能够这个造出来的产品 非常有竞争力 我们讲的 原来可能我们就是 因为便宜 但现在不光是便宜 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啊 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美价廉的 那么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下一步怎么升级 可能就要靠这个 产业链的现代化了 但是呢 另外一个方面 从国际的这种 这种背景来看啊 就是我们讲的这种 遇到这种卡脖子的问题 对吧 就是发达国家 对我们一些关键的这种产品 像芯片啊 和一些零部件 材料 它开始断供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就倒逼我们 要打造这个自主可控 安全高效的这种产业链体系 实际上今年啊 包括在电子信息 集成电路这一块 我们的很多企业 也加大了投资 像龙头企业 像华为 也在联合上下游的产业链 构建这个一个 比较紧密协作的 这样的一个分工的 这个体系架构 所以从这一块来讲呢 我们这种产业体系啊 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 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 它的韧性会更强 从这个方面来讲 所以下一步呢 就是说 产业链这一块呢 就是说 这一块是补丹板 当然还有一块呢 就是说断肠板 断肠板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实际上 也研究了产业基础塞造 产业基础领域呢 它实际上很特殊 为什么呢 它的很多的 我们看到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很简单 大家一看 就是像德国的很多企业 它是一个单向冠军企业 它就是在某个基础领域 做得很好的 我做一个零部件 我做个模具 做个轴承 我可能家族企业 上百年都做这一个产品 但是这个产品 你如果放到整个 全球市场上来讲 它有多大的市场规模呢 其实也不是很大 不像我们中国制造的东西 我们量很大 那它这个东西 它的基础领域 它有这样的一个 市场规模的一个特征 所以说 虽然我们当然要重视 这个技术领域的发展 但是因为由于前期 一些领域 它可能存在着 我们讲的一个 规模经济的一个门槛 因为在全球的市场空间 就这么大 你前期的投入又很大 对吧 但是你可能突破以后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 发展的机会 那么在这一块 我们讲可能 比如说你像芯片 对吧 那它的技术 国外的专利 已经布局了很多了 当然我们现在 肯定是要下大力气去做 但是这一块 可能确实成本很高 那么我们另外一个路径 就是我们要锻造长板 锻造长板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在这个 要形成非登乘的 这个杀手剑的优势 就是你有东西卡我 我也有东西卡你 对吧 然后最后我们 站在一起战略谈判 谈判完了 形成一个相对的 这么一个局面 这样我觉得呢 可能也是一种 竞争均衡的一个局面 这样呢 我觉得这个呢 包括咱们现在 讲的这个呢 就可能就是说 从整个产业发展的 我们现在其实也有一些 优势的领域 像这个总之一也讲到了 像这个高体啊 对吧 包括我们的这种 很多的这种 一些装备啊 对吧 然后我们一些 相关的这种产品啊 那么在世界市场上呢 还有一些竞争力 对吧 那么这一块领域呢 就是我们要 把这个我们的优势 打造的更突出 把这个短板补齐 把优势打造更突出 这样呢 两个方面一结合呢 那可能就是我们 推动这个产业链 现代化呀 非常重要的这个路径 同时呢 这个 这个吴正全会也讲到了 就是围绕这个 产业基础的这个高级化 就是我不仅仅 就是要看到我们 这个产业层面上的产业基础 这里面就包括我们讲到了 这种 基础零部件啊 关键的软件啊 对吧 然后这个材料啊 还有零部件 这些这些领域 那实际上 在背后的基础之基础 也很重要 我们讲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 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 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 这种科技研发的 这种平台的这种建设 比如说我们相关的这种 要素的流动的 机制的这种完善 对吧 我们相关体制机制的 这种改进 那这个里面呢 可能对于我们的 包括政策的配套 对吧 我们怎么样让这种要素啊 资源啊 科技创新啊 能够更好的服务 我们基础领域的技术提升 关键核心技术的公关 对吧 包括你技术公关以后 我怎么样推动产业链 现代化一条龙的发展 因为你光有技术的公关不行啊 它实际上还需要我们的这种 整个产业链的这种 协调的这种联动 对吧 包括我下游的采购 市场的空间的应用 因为你在这个产品研发出来 初期呢 肯定有一个技术 技术经济性的问题 对吧 你可能成本很高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 试用性有有有相关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 相关的这种政府的采购 包括这个产业链上下游的 这种配套的协作 为我们自主的创新的产品呢 提供这样的应用的空间 提供这个市的机会 比如我们讲这个 这个软件就是这样嘛 对吧 是软件它这个技术门槛 实际上不高 但是它是一个生态 对吧 因为你这个 我已经用了这个 这个Windows这个系统 对吧 用了用了这个 苹果这种系统 那么你的APP呢 你的软件可能都在上面 去去 大家都在上面去设计 那我新的这个软件系统呢 那你没有用户在上面 铁架我的这个 这个操作系统啊 包括我们的软件啊 APP啊 对吧 那这个东西呢 你可能它的用户就越来越少 大家就就就 没有一个改进的空间 那反过来 我如果加大了自主的 这种应用的话 那么你现在发现的 这些问题 我们使用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都能够呢 逐步的去进行完善啊 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这实际上也是为我们 产业链现代化呢 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 应用的一个场景 啊 这个是我想呢 讲的这个 呃 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 这个产业链现代化的问题 啊 包括我们讲 区域层面上的 啊 我们 我们现在可能 大家也知道啊 有一些产业的这个 包括劳动秘性的环节 对吧 它宁愿这个 转向东南亚啊 它也不往我们中西部地区转 那这个实际上啊 就是这个 我们要在这个产业的 这个区域的格局上 发展的区域格局上 要有一个 优化布置的 和调整的这么一个问题啊 就是相关的老公业基地啊 怎么样转型升级 像我们广西呢 可能要发挥我们这个 这个延边的这种优势 对吧 怎么样打造这个 对接这个 这个东南亚国家 这个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啊 这种资源利用啊 这种产品的这种供给啊 和分工合作的 这么一个开放的 这种产业体系 所以这个也很重要 那么它第二块的内容呢 是讲的是 加快发展这个 占定新领产业 这实际上呢 也是我们这个 在这个未来的产业发展中啊 赢得先机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讲呢 我们现在从规模体量上啊 我们有500多种产品 220多种 我们这个都是全球第一的 但是这个规模大 对吧 它并不代表你 这个竞争力很强 对吧 也不代表我们讲的 附加值很高 那实际上 对于我们讲的 可能一些新兴的领域啊 它对于这个 抢占未来这个 制造业竞争的 这种自高点呢 它的意义呢 是更大的 尤其是我们要 在东部沿海地区啊 长三角啊 珠三角 包括金金基啊 我们有这样的 这个科技和人才的 这个基础啊 所以在这个加快发展 这个信息技术啊 生物啊 我们讲的新能源 新材料 高端装备 还有人工智能 对吧 还有相应的这个 这个 包括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啊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规划纲要呢 也是刚刚才发布啊 大家看了以后 里面还是有很多 这个让人比较振奋的 这种这种政策 所以这一块呢 未来这个 加快这个新能源汽车呢 应该还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产业发展的方向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要 进一步的推动 这个新兴产业的发展 以新代旧 对吧 来推动我们这个 新旧动能的这个转换 这应该也是我们产业发展 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 那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我们 发改委高纪肉丝啊 他在推的 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呢 就是我们 占领新营产业的 一个集群的这个建设啊 包括我们现在 正在编制这个 十四五的 占领新营产业规划里面呢 他很重要的一篇啊 包括今年刚刚出台的 这个 关于这个优化投资啊 这个这个 促进这个新增长点 新增长及培育的 这个这个这个 扩大占领新营产业 里面投资的这个 这个指导意见 他实际上也是强调了 要强化这个 产业集群的建设 因为你传统的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可能只是一个 产业的集聚 对吧 有几家企业 对吧 但是你如果没有 串成链条 对吧 你上下有没有分工协作 那么你的交易成本 可能就比较高 在我们这种 现在的国际竞争中呢 你的这种竞争力呢 就难以提升 那么通过集群的建设 特别是我们集群的一些 公共服务的综合体啊 然后产业生态的营造啊 对吧 包括创新环境的改善 那么我们就能够 培育一批 我们讲的产业链里面的 非常重要的这种 龙头企业 和专精特型的企业 带动这个 相关产业链的这个升级啊 来构建一个 像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各具特色 优势互补和结构 合理的 占领新银产业的 这个增长引擎 实际上这个里面 它我们的 这个布局的时候 不光是东部地区 当然它基础比较好 在中西部地区呢 也是有重点的 去推动一些 集群的建设 通过这个 占领新银产的集群啊 来推动我们的 这个中西部地区 这个新型产业啊 包括整个产业结构的 这个 优化升级和高端化 绿色化 智能化的 这个发展的步伐 那么另外一块呢 就是我们讲的 现在实际上啊 占我们这个产业的 比重已经非常高了 超过一半 已经54% 接近55%了 那么就是我们的 现代服务业 这个实际上 也是我们现代产业体系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块 刚刚其实讲到了 包括这个 钱那里和库子捏兹 他们从学术的角度 他们判断这个 这个产业结构优化 他们是把服务业 占比提升 作为很重要的 一个标准的 那么从现实来看呢 我们这个 国内呢 确实是存在了 服务业占比上升 比较快的问题 这个呢 我觉得是服务业占比呢 它可能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 而且是结合 制造业这个 优化升级的 这样一个过程的 可能是我觉得 是比较可取的 那么下一步的 服务业这一块呢 可能我们讲的 其实我们 里面很大的一块 还是一些传统的 生活性服务业 这一块 当然生活性服务业 我们现在发展还不够 但是我想服务业内部结构呢 最迫切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不足的问题 包括我们讲的 研发设计 现代物流 对吧 我们讲的金融 对吧 这些领域呢 可能我们讲的 跟我们现在 高质量发展来讲 还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这一块呢 就是怎么样 跟制造业进一步的 融合发展 提升发展 可能也很重要 当然还有我们大家 比较关心的 生活性服务业这一块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 优化供给的一个问题 它可能在这个结构上 在整个占比上 我觉得不一定 有多大的提升空间 但是从它的这种质量 包括它的这种 供给的这种结构角度呢 我觉得有很大的 这种发掘的 这个潜力和空间 比如我们现在讲的 这种教育 医疗 对吧 我们这种养老 育幼 实际上老百姓的需求 是非常高 非常大的 这也是我们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 很重要的方面 但实际上 现在这个供给呢 应该是出现了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大家我们讲的 这个家里面有老人 对吧 有小孩上学的 应该是感到 非常切身的这种感受 现在这种 优质的这种供给 还是非常的缺乏 大家这个 也很焦虑 对吧 特别像北京 这个教育资源 对吧 非常的紧张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说 下一步啊 这个 这种 基础性 供应性的 服务业的供给啊 服务业的标准化 和品牌化建设呢 还有很大的 这个空间 是可以做的 另外呢 这个 吴仲全会也讲到了 这个 推进这个 基础设施的建设 包括 我们讲的这个 新基建 对吧 也包括我们传统的 这种 基础设施 交通啊 这个 能源啊 路网啊 这个里面 怎么进一步的 优化升级呢 这个应该说 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 中国取得这个 发展的优势 很重要的 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 基础设施先行 对吧 包括今年啊 实际上我们在 这个疫情的 这个影响 对吧 我们 为什么能够 这个 经济能够啊 在全球率先的 主要经济体里面 率先的实现了 正增长 在这个里面 我们投资的作用 是非常大的 但投资在里面 实际上 制造业的投资呢 它也就是 还是 并不是最突出的 那么最突出的 就是我们这个 基础设施的建设 今年只要 对于这个稳定经济增长 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地方同志 应该都非常清楚 最后一块呢 他讲的是一个 数字经济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数字经济呢 应该说 这个大家已经 看得也比较清楚 实际上这个 包括我们的这个 整个人 我们讲 前段时间的判断 这个 年轻 一三年的时候 这个 李富金 出了一本书 叫第三次工业革命 所以大家就在讨论 第三次工业革命 到底是什么 对吧 那这里面 像李富金他讲的是 这个互联网加新能源 意思呢 就是说以后啊 这个 每家每户都搞 这个 这个这个分布式的 这种光伏 屋顶上 自己发电 白天让他发电 对吧 然后这个 晚上呢 我回家就可以用电了 然后呢 多余的电 还可以卖给别人 对吧 你把电用了 还赚钱 然后呢 因为 但这个 这个分布式的光伏 发电通过什么联系来呢 就是通过他这个互联网 所以他是认为 互联网加新能源 是这个未来 这个新的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 当然也有专家提出 不同的意见 有的认为 我可能是生物经济 时代到零了 对吧 以后人都可以啊 通过这个基因改造 对吧 基因检测技术 能够提高你的 你延传你的寿命 对吧 提高生活的这种质量 包括那 还有人认为 可能就是 还是原来的 我们的这种 信息经济 只不过是新一代的 信息技术 对吧 从原来的这种 计算机 对吧 笔记本电脑 然后到现在的智能手机 到下一步的 可能就是我们讲的 这种大数据 云计算 物联网 智能网 汽车 这种东西 对吧 当然可能还有人提出 就可能是我们的 数字经济的 这种深度的应用 实际上在这一块 看到这个 无中全会 这里面把这个 数字化发展的 还是提的很重要的 实际上 也回到我们 疫情这个话题 今年我们在 疫情中 为什么能够 率先的恢复 对吧 为什么能够 至少我们觉得 虽然疫情 在这个 一月份 二月份的时候 还是挺严重的 但是我们生活呢 没有受到的 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是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 我们提前布局了 这个数字化 这个基础设置的建设 对吧 那么我们可能 有一些东西 可能受到影响 比如说 小孩可以 不用去学校上学 对吧 但是我在家里面 我通过网络 还可以 进行的一些 相关的学习 比如说我们今天 通过这个视频 对吧 那这个里面 实际上就是我们 讲的数字化 有很大的空间 包括我们的购物 对吧 线上线下的这种 联动 实际上呢 中国在这一块呢 还是走得比较靠前的 当然我们也有 研究机构提出 我们现在在数字经济 发展的 这块已经 仅次于美国了 对吧 包括我们 其实下一步 我想讲的 可能这个 不光光是我们这种 我们领先的 可能是一些应用的领域 一些业态模式的 创新这一块 那下一步呢 可能推动我们的 产业的数字化呢 可能还有更大的 这个空间 对吧 不光是产业的数字化 我们这种 包括这个 这个公共服务啊 社会治理的 这种数字化的 改造啊 提升啊 包括我们这个 宁静的这种贵州 对吧 大家推动这种 大数据啊 数据资源的开放啊 数据的交易啊 跨境的传输啊 和相关的管理啊 那这一块 这个标准上 制度上 实际上还有很多 是可以提升的 这个空间 所以下一步呢 可能加快这个 数字经济的发展呢 可能也会成为 我们十四五啊 以及更长的 一个时期里面呢 这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内容 所以这个呢 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啊 先把这个 五中全会啊 关于我们 现代产业体系的 这个相关的内容呢 跟大家做一个 简要的这个 交流和报告 那接下来 这个第二部分呢 我想就是说 就是我们这个 刚刚讲到的 大家比较关心啊 这个产业链 现代化的这个问题啊 做一个 展开的这个 一个论述啊 那么实际上 这个我们现在 这个面临的这种 产业链和现代化的 这个发展的 这个趋势啊 应该说 还是非常紧迫的 我想这个 包括我们原来讲的 这个 从我们自身的 发展的角度啊 就有这个 推动我们 产业链高级化啊 产业技术高级化 和产业链 现代化的这个 发展的需求 那么现在呢 就又是 全球 这个这个 百年不遇的 这种 新冠肺炎的 这个疫情啊 这个全球的大爆发 对吧 然后叠加这个 中美经贸摩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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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的这个博弈啊 应该说是在 推动的 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的 这个大的成功啊 我们经常可能 大家关注 这个 一些媒体啊 一些包括一些专家 讲的可能就是出现了 这种 本地化啊 分散化啊 这个 还有些去中华的这种 趋势啊 那么在这种趋势下呢 我想我们 产业发展呢 可能也面临着 很多的这种 挑战 但同时呢 也存在一些机遇 对吧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在 客观的这个 分析和研判 我们目前的这个 发展面临的一些 困难和制约因素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 在思考 下一步呢 怎么去推动 我们优化我们的产业链 供应链啊 推动我们的产业链的 这个 现代化 包括这里面讲的 这个产业基础高级化 和产业链现代化 实际上我的理解是什么呢 就是 产业基础高级化 和产业链现代化呢 它应该是一个一体的 对吧 基础是我这个 产业链条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的 这个高级化 那么产业链现代化 是无从谈起的 对吧 因为你 你现代化 它不是一个空的东西 但是呢 链条的现代化呢 既是产业基础能力 提出的一个结果 它同时它通过这种 产业链的现代化的 这种运营 包括我们讲的 这种控制力的提升 运行效率的这种优化 运行模式的这种改进 它实际上也会为 这个产业基础的 这个再造呢 提供非常好的 一个条件和环境 所以他们两个是 相辅相成的 这个我想这个关系呢 大家可能要把握住 那我首先 这个介绍第一部分的内容 就是这个 全球产业链重构呢 它应该是 面临着这个趋势 这个具备的趋势 和影响的因素 一共呢 是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新一年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发展 这实际上 刚刚也讲到了 第二呢 就是国际力量对比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特别是中美的斗争 是在加剧 第三呢 是国际经贸投资规则 和全球的治理体系 是在深刻的调整 第四呢 是全球的能源版图 也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 就是我们传统的 这个大三角式的 这种分工的格局呢 正在发生深刻的 这个重构和调整 第五呢 就是新冠肺炎疫情 它也在推动 这个加速 我们这个产业链的 这个重构和演变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 其实刚刚也谈到了 实际上 现在的这个 新一年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 它的方向呢 应该说大家 越来越看得清楚了 它是一个 以这个信息技术为引领的 我们包括 我们讲的这个 数字经济 生物经济 低碳经济 甚至智能经济 这些多领域啊 这种交叉的 融合 集群突破的 这么一个态势 包括我们讲的 人工智能 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材料 新能源 量子 量子前段时间 总书记还专门召开了 这个专家座谈会 千华大学的 薛清空教授 还做了一个专题的讲解 对吧 那么在这些 前沿的领域呢 应该正在 原来我们讲的 孕育信息 现在是蓬勃发展 加快突破 包括生物技术呢 也在这个 快速的发展 而且我们讲 今年呢 因为受这个疫情的影响 大家看得很明显 生物经济发展 是非常蓬勃的 包括跟抗疫相关的 这种防疫的物资啊 对吧 口罩啊 对吧 我们讲的这种 包括这个 防护服啊 对吧 包括这个疫苗的研发 对吧 包括相当相关的 生物经济的发展 所以生物经济呢 还可能 也会卖上一个快车道 虽然我们在广西来讲呢 广西的生物资源 应该也是比较丰富 而且这一块呢 就是相关的这种 基础的条件呢 也是可以加快的 加快的发展 生物经济 生物技术的应用 包括我们讲的一些 绿色食品 实际上可能也是 属于生物经济的 这个大的一个范畴 那么这个 新一年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呢 它可能 就是对于推动我们 包括我们 一些颠覆性的技术 它会持续改变 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和全球的这个技术进步 这个里面 我们演绎了一些数据 包括这个 工业4.0 新一代新技术 生命科学和技术 能源革命等等 它在推动了 整个全球的这种 一波又一波的 这个技术创新的浪潮 和产业的这个变革 一些新的技术方向 包括像5G 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等 都成为新的 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 特别是在这个 这个里面呢 我们中国呢 这一块呢 应该说还是 有着比较好的一些 基础和条件 对吧 不像我们讲的 可能前几次工业革命 对吧 都发生在英国 美国西方国家 可能跟我们关系不大 但是这一次呢 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我们应该在很多领域 跟发达国家 是处于一个 同发的这个 这个优势的这个地步 所以这一次呢 应该对我们来讲 抓住新的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啊 是尤为重要的 第二个方面的重要因素呢 就是国际力量的对比啊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前段时间 看了一个一个一个数啊 就是比如 也系统的梳理了 这个过去这个 从1953年啊 15计划开始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是145嘛 过去的13个5年计划 一共是68年 因为中间呢 这个整顿调整呢 花了三年的时间 那么这 这13个5年规划呢 实际上它 这里面对于我们的 经济发展啊 实际上是发生了一个 非常这个伟大的 一个历史性的成就 就与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15啊 到这个135 这20年为例呢 其实我们的 经济体量啊 从原来的这种 10万亿啊 左右 快速的这个 突破到这 我们将近的100万亿 今年就突破100万亿 那么我们实际上 占这个全球的比重啊 从原来的这个 3%左右啊 提高到现在的 16%左右啊 那么我们跟美国相比 我们原来可能占美国的比重 也是很小 那现在啊 跟美国相比呢 我们已经相当于 它的经济体量的 三分之二了 对吧 那这个里面实际上就是 体现我们这个 发展的非常大的 一个历史性的成就 那这里面讲的出去 不仅仅是中国的这个崛起啊 实际上整个 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 这个新兴经济体啊 它都是一个 群体性的突破 目前这个 占全球GDP的 比重呢 已经超过40%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呢 超过80% 预计到2035年呢 这个 但全球的比重呢 还将进一步的提高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我们讲 全球的格局啊 就是说出现了 从欧美向亚洲 然后东快西迈 对吧 南深北降的 这么一个 发展的一个态势 这个 以中国为代表的 新兴经济体呢 应该说 在这个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也在上升 它这个科技创新的卫生 也在快速的提升 包括这个相关的 应该是国际力量呢 实际上发生 非常重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由此带来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种 我们讲的 修习底的陷阱也好 对吧 讲的大国博弈也好 实际上是 是这个不可避免 为什么 因为你从逻辑上来讲 对吧 你是老二要替代老大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最核心的一个变量 对吧 那么他的在位者 不可能是坐着 看着你这个替代他的 那必须是会有一些 我们讲的这种 阻挠也好 对吧 当然了 这个还是从这个 纯粹的经济意义上来讲的 如果从这个制度上来讲 对吧 意识形态上来讲 其实也会有 很大的这种不同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中美的战略博弈呢 包括在舆论战线上 包括在贸易战线上 和科技战线上 金融战线上 都应该是在 这个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包括舆论上 对吧 先是抹黑中国 对吧 包括疫情的时候 那么美国他也第一时间 就说 这个只是中国的 这个病毒 对吧 那么在贸易战线上 其实也是 对吧 它是极限施压 对吧 先把给你说 我吓唬你一下 说我给你提高到40% 不行提高到25% 这个关税局 然后再慢慢地跟你谈 往下降 对吧 逼着你去 去给他这个 采购 相关当中 包括科技战线上 大家也看得很明显 从18年的这个 中芯国际的事件 实际上中芯现在 已经 对吧 这个 也达成了 这个一个 相关的一个 一个 一个协议吧 那么像现在的华为 也是在这个 重点的 这个对我们的 产量的龙头企业 进行这个打压 包括金融战线上 其实上也是 有很多的这种动作 包括这个 主机 我们这种 相关的公司 在这个 美国上市 等等 在其他战线上 也是 通过这种 包括现在这个 台海的问题 对吧 相关问题呢 也是 还是在 制造的一些 杂音吧 那么在这个 背景下呢 实际上我们讲的 相关的 我们的外部环境 应该是在日趋的 这个边境 这实际上也会 影响到很多企业的 这个投资的 这个决策 对吧 因为我们很多企业 它原来比如说 我是按照成本优势 我就布局 对吧 到中国来 中国来这个 市场空间有很大 我们强大过那个市场 然后人又很勤奋 对吧 然后这个 相关的资源要素 也很好 然后这个 我们模式呢 一直发展的挺好 那现在可能 他会强调 推动我的制造业 必须要搬回去 让制造业搬回去 像美国 现在就 就说我要 通过这个 这个补贴 对吧 你要是搬到美国去 我给你 报销这个补贴的成本 包括像日本 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 但是他就 不光是搬回日本 也鼓励向第三国家 去转移 那么第三个方面的 影响因素呢 实际上就是 我们讲的这个 国际投资 经贸规则 和治理体系 在进行深刻的调整 也像美国 他就是 对吧 他通过退行 他退行实际上 并不是他的目的 因为他对于 现行的这个 这个规则体系 他是觉得不满意 他觉得他吃了亏 对吧 我们讲我们 2001年加入了WTO 实际上我们是 享受了 这个这个 对外开放的 这个红利 应该是加快了 这个发展的 这个步伐 但是美国呢 我们讲通过这个 包括大卫尼加图也好 对吧 赫赫歇尔尔尼也好 我们讲的这个 国际贸易的 比较优势理论 实际上它会是 有贸易的这个红利的 就是说 通过相互的贸易 大家互同有无 肯定是有这个好处的 但关键这个好处 就看给谁得到了 那现在特朗普就认为 你这个好处 是给中国人得到了 中国是这个 这个全球化 最大的赢家 对吧 所以他就 对这个规则体系 不满意了 他退群 并不是为了 真正的 去 自己一个人玩 那不是的 他是想 把中国撇开 他退开这个 对他不利的群 然后再去建一个 新的对他有利的群 这实际上是他这个 背后的一个动机 这个包括 他在这个气候变化上 包括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 区域的自贸协定上 他实际上 他对他不利的 他都退出 但是对他有利的 他都积极地在加入 或者积极地在主导 新的这种 这种 这种贸易的规则 贸易的群体的这种构建 包括他甚至扬言 都要退出联合国 对吧 因为他这个 还是从他自身的这种 这种利益角度 去 去考虑这个问题的 所以在这一点呢 我们还是要有 这个非常清醒的 这个认识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 其实让我们 这个也在 也在考虑啊 实际上这个 未来一段时期啊 这个应该还是一个 多变贸易规则的 重塑的一个 关键期啊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 有可能全世界 就会分成不同的 这个阵营了 对吧 这个过去呢 是鼓励多元化的 全球化 大家求同存异 对吧 然后根据主导国家的 需要有条件的 这个加入 那么现在呢 可能就会分成两个阵营 一个是 每欧日等成熟的市场经济 他们以这个 三令为原则 对吧 然后使 各路要素呢 在里面是高度的 自由流动 那么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发展中国家 和这个快速崛起的 新型经济 但是我们发展的很快啊 新的空间很大 但是呢 可能因为由于 我有的国家 在发展的初期呢 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些 这个补贴啊 或者相应的一些 政策措施 对吧 那这个里面 他没有办法做到三令 但是呢 也会在国家这种 管控的这种基础上呢 会推动要素的 这种有限的这个流动 那这个 这个可能是一个 规则的一个 重塑和变革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时期 第四个呢 讲的是这个 全球能源版图 发生重大的这个变化 因为以前呢 我们讲的是 美国对吧 包括这个 这个德国日本 他们是这个 处于我们这个 全球产品链的最高端 因为它是 通过研发设计 和高端的这个生产 来绝取整个 附加者的最高的环节 那么中国像这样呢 我可能就说 我是通过加工组装 来切入这个 全球产业链 对吧 通过靠这个 劳动力这种 这种红利啊 对吧 劳动者的这种付出啊 来得到我们的 应有的一份报酬 当然了 可能这个 附加率是比较低的 另外呢 就可能是我们 中东啊 对吧 包括一些能源的 生产国啊 它是通过提供能源 哎 这样就形成了 我们这样的一个 既有能源供给 原材料供给 也有加工组装生产 也有研发的 用销售 控制销售网络的 这样大家 各自分工定位 相对比较明确的 这么一个大三角的 这个分工格局 但现在呢 自从美国 它提出这个能源革命啊 这个能源独立的这种口号 包括它的 燕气革命啊 成功以后呢 美国的其实 能源成本 大幅的这个降低 这也提高了 它的一个竞争力 所以呢 这个全球的能源的 这种生产中心啊 它在东移 美国 它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能源的供给国 甚至实现了 能源的独立 它还要 在出口一些能源了 对吧 这个格局就发生了变化了 原来它的消费国 现在变成了一个生产国 那么原先的 我们讲的 沙特俄罗斯 它还是有 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这样就形成了 这个三中心的 这么一个格局 那么在消费的 消费的时候呢 消费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讲的 原来白美是很高的 对吧 它还是依然 还会很高 但虽然会降下一点 那么实际上 新兴的经济体 包括亚太这一块呢 它的这种 新资能量会非常多 所以说 能源的消费中心呢 会吸引 这么一个格局 这实际上 对于我们这种 全球的这种 产业的这种体系啊 这种也是 形成了非常 强劲的一种 存固的一个力量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今年啊 这个新冠肺炎 疫情的这个 发生啊 也是在 加速推动 相关产业链的 这种变革和演变啊 比如说在疫情初期啊 一些产业链 受到了影响 它就是出现了断供 对吧 相关行业呢 就是可以 紧急 采取这个调整 和优化的 这种种考虑 因为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 疫情实际上 也在加剧了 这个中美的对抗啊 美国就试图 将中国排除在 它的这个供应链之外 推动这个 中美的科技特购物 和推动供应链的 去中国化 对吧 这个应该还是 大家看得比较明确 同时呢 从全球的来讲 原来我们的供应链的 这种布局的逻辑呢 就是说这个 是这个效率优先 成本优先 对吧 就是说我在哪儿便宜 我就把东西布局到哪儿去 对吧 哪个生产效率高 就算到哪儿去吧 这个资本可能说是 资本家是有国家 但是资本它是流动的 那么现在呢 可能就会考虑了 哎 我这个 不仅仅的考虑的是 经济的因素了 可能更多的考虑 有政治的因素 当然也有一些 这个安全的这个因素 比如说 他就会考虑我 这个口罩 我都生产不出来 那么在发生疫情的时候 我就很被动了 对吧 我都得靠你中国买 但是中国我也说了 我会给你供应 对吧 但是你 你换句话来讲 但是如果你不给他供应 或者说 我在供应的时候 他有个优先级的问题 对吧 全球都爆发了疫情 这个口罩到底分配给谁 对吧 你有生产能力的人 当然还是有一些话语权了 我想这个 从客观上讲 大家还是好理解的 包括一些重要的这种药品 对吧 关键的这种物资 战略的这种产品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都会考虑到 好像这个产业的这种本地化布局 可能还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这种物资 这种本地化的布局 所以包括法国总统 马克龙 他也讲到了 这些战略的物品必须要 我要有这个生产能力 这我想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包括我们现在为什么讲 我们中国也是讲 我们卡脖子的技术 被人家卡住了 我现在就要对吧 推动我相关领域的这种研发和生产的这种替代 所以说这个从发展的逻辑上来讲 我想是可以好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呢 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我们原先的 主导我们产业发展的这种逻辑呢 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原来是销利优先 成本优先 对吧 然后哪资本都是自由流动的 那现在可能就是我要构建几个相互独立的 这种区域的产业链 对吧 比如说白米我自成体系了 东亚我自成体系了 我欧洲我自成体系了 但是我 我这三个系统之间 可能也会有交流 也会有沟通 也会有流动 但是我更加强调的这种 是一个区域化的产业链 所以产业呢 它是要往这种区域化 本土化 分散化这种布局的趋势 另外呢 它可能确实它会讲到 你中国确实还得有很大的这种 这种成本的优势 当然了 中国不断成长的这种市场空间 也会把发达国家 一些跨国公司给你留在中国 但是它不会就像原来一样 我把蛋糕全都压在中国身上 它可能就会采取 中国加X这种战略 对吧 它说我中国还有一个厂 但是我在海外还有一个厂 比如说现在很多 像富士康 它可能在国外都已经布局了点 但是你中国 我有优势可以生产的时候 我叫中国生产 打比方我们在疫情出去 中国的供应链 由于疫情中断了 我就可以把订单 调整到国外去生产 这样就比较灵活了 对吧 包括我们中国的姐的应对 中美经贸磨刷的时候 很多也是采取这个方式 我们去 包括浙江 包括广东去调研 他们就反映这个问题 他说 我实际上是订单的转移 我本来 我可能就是在中国有工厂 在越南有工厂 甚至我在墨西哥都有工厂 对吧 那么你加征关税以后呢 我原来可能 这个墨西哥生产的工厂的东西 是卖到 比如说 是卖到欧洲的 那我现在把墨西工厂生产的东西 都卖给美国了 对吧 我中国生产的东西 全都卖给欧洲 那这样就是一个 置换的一个问题 它实际上是一个 组织的一个协调 所以说 大家看到最后 这个中美经贸战的影响 并不是说 像我们看到这个数据 测算 你加上光线25% 我马上这个 漱口就减少了多少 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 它企业内部有很多这种 供应链 优化和调整这种策略 它通过这种策略的调整 实际上是 把到中美经贸战的影响 是降到了一个最低的程度 实际上 所以说 我想疫情的因素也是如此 它会带来产业的变革 但它这种变革 我想 它不是这种剧烈的 它可能还会是一个 我们讲的一个 渐进式的一个调整 这么一个态势 包括不同的企业 根据它不同的情况 它会做出相应的选择 和应对的措施 那么实际上 刚刚其实讲到了 美国的经济繁荣计划 日本的改革供应链项目 其实也都推出了 一些政策性的推动 相关供应链布局的政策 那么实际上 我们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说 刚刚讲到了 如果在基于成本的因素 基于市场的因素 这种推动的产业链 这种调整 它可能是这种渐进式的 也是我们讲的 是可以去通过研究 预测去分析的 但是你如果比如说 有一些政策性的 比如说我加点关税 或者是我 就是不让你 也限制你的投资 限制你的并购 对吧 限制你的交易 像美国打华为一样 对吧 我通过非正常的手段 比如说 抖音的这种收购一样 那这种手段 它对这种产业链的影响 它就可能是一些突变式的 因为它是外申的冲击 对吧 这是有不确定性的 所以可能我们未来 防范这个产业量的风险 更多的是要防范这种风险 你原来我们讲的 基于成本的优势 那企业 我和你的布局 对吧 我在东南亚设个厂 我甚至到美国去设个厂 那也无可厚非 对吧 那美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 这是相互的行为 但如果是这种政策 这种驱动下 可能就是需要 要进行去防范 但你刚才能够 感谢您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